都是在唱台語歌 對啊 那或是妳的粉絲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都沒有唱國語歌直播呢 越來越多人 因為看台灣那麼旺來看我直播 就是因為這個節目 然後我的人氣越來越高 然後也是 因為大家都說 一個禮拜只能聽我唱一次台語歌 然後他們就會 不滿足 對 他們會在直播間點很多的台語歌 然後我就可以 因此而練很多台語歌 是啊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都沒有替妳唱過國語歌 就已經忘記妳會唱了對不對 來 請到秀蘭 馬雅琴 講評 雅如唱這首歌 我覺得唱真的太好聽了 很有妳自己的風格 尤其是妳最擅長 最好聽的 營造氣氛的氣音 我覺得妳在這首歌裡面 表現得淋漓盡致 還有妳的真假音轉換 又更進步 更精進 要學妳唱歌很難啊 妳已經晉升為秀蘭 馬雅的境界 我很替妳擔心 妳知道為什麼嗎 以後等妳出自己專輯的時候 妳一定會很想要別人唱妳的歌 但是當別人唱妳的歌 都拿很低分的時候 就會有人說 妳敢唱尹雅如的歌嗎 好 我希望是 大家都希望唱妳的歌 就是我要講的 就是妳在這首歌裡面 唱得非常好聽 而且我就覺得這首歌 變成一個手遊的主題曲 那種感覺 就是很大氣 然後很夢幻 很好聽 很讚 謝謝老師 謝謝 丁曉雯老師,請 雅如剛來比賽的時候 一開口唱歌 我們就很驚豔嘛 但也很驚訝 就說 這個人唱歌怎麼這麼奇怪 這麼特別 選到好歌 分數很漂亮 選不對歌 就住在套房裡面 但是雅如這一種特色 當最近開始穩定下來之後 開始知道 唱歌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 你原來的特色 就變成一個 非常強大的武器 像今天這個歌 其實你用很多的氣聲 然後你的音色裡面 本身有抖音 我說的不是尾音的抖音哦 不是傳統的台語歌唱法 這種抖音 是它在字裡行間 就有一種抖音的存在 這是一種很特別的唱腔 那今天這個歌呢 雅如用的特別多 所以把這首歌唱得 那就是那個 好像小女生在那個 那個草地上面 追著那個蝴蝶 好 玩 但是又有一點 又有一點點落寞 跟傷感的表情 哇 我覺得這個 拿捏得相當不容易哦 那這也是特色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這個歌唱起來特別廢棄 因為這個歌 它本身就有很多大調音 然後你用的這一種特別的唱腔 其實非常廢棄 所以在幾個地方會覺得尾音好像沒有那麼完整 然後還有真假音互換的地方 那個假音 稍微有點虛 就是這真假音互換 就是有一點點瑕疵 所以意思是說什麼 氣不夠 怎麼辦 多運動 要去練氣 你只要把氣練得更充足 這首歌 這是原來我們金曲小歌後 曹雅雯的歌 我覺得你可以練到不輸它 你有自己的味道 好嗎 加油 謝謝老師 許惟祥挑戰她是92.2分 接下來 尹雅如衛冕者 唱這首 有什麼比你更重要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表現得到老師們的讚賞 分數來到848889 90 91 小數點繼續考 92 恭喜得到92.2分 卡關一關 持續衛冕9關 獎金維持26萬元 虛偽鄉也時好時壞了 所以 評審不太敢把你放到衛冕省 所以你們要加油 好 沒問題 來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這個 唱這首歌當然適合對不對 但是就是氣的問題 當然我們站在舞台上 是越練會越好 對啊 對 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落點 所以評審講的也都聽得懂 好 請登上衛冕者寶座